来看陈老师的琴 来摸摸陈老师的琴 来听听陈老师弹琴 那么今天这个机会非常的好 那么也有很多台北来的朋友 那么也还有我们今天早上 来为我们做讲座的薛老师 还有陈国林陈老师等等 都在这边 那么我们希望今天的这个盛会 今天的这个这次的演讲 能够让大家满载而归 而且呢我们也能从陈老师身上 学到他的独特的生命的智慧 那么演讲完毕以后 如果你们有兴趣 再跟陈老师放风筝了 那么也可以跟陈老师多的学习 我就不耽误这个时间 请陈老师开始他今天的讲座 谢谢 好我们现在开始讲的鼓琴 现在声音可以吗 可以吗 我先简单的再介绍一下 这个文章的介绍一下起 就是我们讲这个题目在这个之前 因为现在鼓琴已经成为世界化遗产 即空缺之后 第二个项目 世界化遗产 所以在这个鼓琴的被承认 被重视的这个时候呢 我也出现很多情况 我想希望这是都是好的情况 因为我担心出现鼓琴的 对鼓琴精神的歪圈 可能出现一些商业化的情况 或者是正业化的情况 这是对鼓琴的说真的能见证 什么样会可能歪圈 所以我在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或者是想有这么一个担心 当然我想这个主要是好事情 以后会对于鼓琴的发展 对于琴精神的追求 对于琴恢复她的这种 对人的人格道德的这种 这个形状呢 就是上面是这样 比较方的 长方的下面的一个位置 这个形状跟现在 我们看的琴不一样 那么十根弦 琴面上是不平的 有点波浪式的 因此我认为这个琴 主要是弹空弦 因为琴面不平 主要是弹空弦 我相信那个时候的表现力 跟现在不能比 因为表现力不会很高 但是那个时候的传说 有高山流水啊 这些故事 就是说我一直在想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如果说很简单的 简单的语气 能达到这个水平吗 那后来我又问自己 你不是那个时候的人 你怎么会知道 那个时候人的感觉呢 所以我觉得 这些用现代人的想法 现代人的观念 现代人你看到的实物 他的表达的音乐表达的情况 在套古人 可能是不合适的 那么这个琴到了 这个我们在这个 把王堆的汉木里 又发现这个琴 是气线 形状跟现在越来越激进 但是这个琴面上 也不是太平 不是很平的 因此我认为 这个暗玄还是不行的 因为暗玄以后 如果是你在一个点上 暗玄可能没有问题 可能在那个波浪 这个琴的平面 是凹下去那个地方暗玄 那会出现杀玄的声音 那么这样的话 可能那个时候 还是跟前面 那个琴的演奏上 不是太大的区别 而且那个时候的琴 气旋的那个时候 的气旋的琴 也没有灰位 没有这个时常灰位 这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十一十二十三 时常灰位也没有 没有这个灰位 同时琴面也不是太平 还有一个特征 就是说这个 就下面这个腿啊 这燕桌 燕桌以后 它是一块石木 这个跟 马王队 这个 这个 这个跟那个 这个 这个 真恶一母 两个 和马王队 这个都是一样 都是一个石木 这样的话 共鸣枪很小 共鸣枪就比较小 那么 我们现在知道 就是在 那个 魏景的时候 我们现在 在南京 博物院 有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 文物 就是 进来的 进来的 砖砖 砖砖 大概是 大概是 你地位这么高 这么高 这个是 这个就是 早期我们看到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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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仙琴 就是 这个 一部里面 石仙琴 这个样子 这个是 石木 这个 这个有 共鸣枪 那么 这个腿 是一个 这个跟 汉木 那个一样 就是汉木 汉木的 这个 琴 这个 这个 长度 这个 这个 形状呢 比这个 稍微 就是要 像 接近一点 现在 这儿没这么快 气泉情 但是 前面也 也不是 后 前面也 不是 所以说 暗血 还是一个困难 那么它重要的 没有灰 但是我刚才讲的 在南京博物院 它有这么 从地下 到这么高的一个 砖砖 大概长度是 从 从这儿 到那个 墙边 砖砖 那就是 驻灵气泉 的 这个 著名气泉的 砖砖 上面有好几个 这几个 琴 上面有 灰位 实际上 灰位非常清楚 那么就说明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 魏景的时候 已经有灰位了 这个魏景的时候 我相信 在魏景的时候 的琴 的发展很大 因为到唐代的时候 这个琴的 形制 而且又大量的 取摩 琴的形制 因为唐代的琴 到现在 基本上没动过 你看到唐代的琴 这个号称是 唐代的琴 跟你现在 那个地下 视频的 琴的样子 是一样的 这是他们 这个后来的琴 有各种形式 这个形式 可能就是说 这个 莲珠时 乐时 中医时 交业时 不同的造型的形式 这个形式 没有影响 整个这个琴的 这个 反应的一些原理 它其实主要的 部件都是一样的 那么就是 就可以这么说 就是从那个 汉以后 魏景这段事件 发展得很快 因此到唐代这个琴 已经定定下来 唐代琴 已经定定下来 而且水墨唐初开始 简字谱出现了 在这个之前 是文字谱 很麻烦的 有一个音 写微微的出现 表示一个音 可能文字就是 一两行 那么到水墨唐初 简字谱出来 他们早期的 简字谱跟那个 文字谱 有一点瓜葛 好像有时候会 简单机会的 有一段 短小的文字出现 这是文字谱 留下来的痕迹 那么到 简字谱出现以后 这琴的记录的方法 就是比较完善 而且这个简字谱出现以后 到现在我们用 没有大的改革 没有很大的原则的改革 只是一些喜笑的 别人 或者技法上 有些差异 这个都不是一个 大的原则的区别 就是简字谱 一直用到现在 简字谱一直用到现在 那么这个琴 到了唐代 这个大量的造型家出现 四川也有九个雷 雷式的家族 雷小 雷威啊 这些 现在这些情有出土 这个雷式情很有名的 将来也有造型的名家 那么到了这个唐代 有创作 宋代有很多创作 到明代开始 我们应了大量的经 第一部最重要的经 是神经秘铺 1425年了 神经秘铺 收集了这派的情局 这个 这派是宋 宋代古厂开始 收集了这派的情局 神经秘铺以后 在1549年 出现了非常重要的情局 西部堂情谈 这是在安徽 安徽设县 安徽设县的西边 有一个姓汪的人 估计是很有钱的 一个文人 就是在那造了一个房子 叫西部堂 造了一个房子 他在那待了三十年 三十年收集情谈 结果收集的情谈 是明代所有情谈 最丰富的 而且他把很多情谈 收集的就是他 唯有他收到的 其他人没有收到 比如说我以后会讲到 这个西部堂情谈 第二十五卷 因为五个曲子 全部是他一个人收到 其他人都没有收到 在这几天没有出现过 在以后也没有人再印出过 那么这个 而且曲子是非常非常的精彩 这西部堂情谈 是一个 那么这个到了清代以后 有情谈 清代的情谈 比明代印的更重 但是清代的情谈 就是大量的是 这个翻落明代的情谈 所以明代的情谈 是最重要的 现在情谈继承出来 其实每一本是 有五六部情谈 或者是两三部情谈 甚至十来部情谈 那么这是拍照影音下来的 那么 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前面自己 是移民谱 西部堂情谈 情谈 情谈 大全 自己都行 那么现在 现在这个书很难买到 但是现在科技很发达 现在 周老师那边有 一个片子就把 这个 所有的现在 已经出版的情谈 情谈 全部 全部收起来 你这样 你这样 一个片子 你给这里面 每一页都可以出版 非常清楚 所以现在这个情谈 我们得到情谈 已经不像以前那么容易了 所以我们现在打谱 现在打谱 都打得比较早期的 这个四五十年代 五六十年代 那个时候情谈 打谱 管平国 他们打谱 打我们之灾 资源堂 都是清代情谈 为什么打那个人谈 因为他得到的 就是情谈 那个时候神经病库 没找到 神经病库 后来找到了以后 大家开始 往大铺的方向 是往前靠的 就是把早期的铺打成了 那么这个 清代的铺子 没有什么他的很大的成就 造秦也造了不少 但是清代造了秦 反而被明代退步了 大家就觉得清清没什么意思 李布什他因为年代太短 我们觉得他没有文化 他生意就是不如明代 生意就是不如明代 而且造型也不那么大气 其实不知道什么意思 清代这个成有点倒退 那么到后来 这个在五六十年代的时候 这个北京的扎夫系先生 和王邸行建 他们在全国进行一次 非常重要的工作 就是把这个 还活着的秦家 一个一个地方去访问 去录音 所以说我们现在 听到的弹琴的 像我这一代是 被录音的那一代 第二代后面这一代 所以这个琴 要真正听传统的琴 更激进传的琴 就是我的老师这一代 带扎夫系啊 管平胡啊张志谦啊 胡锦条这一代 那么很幸运的就是 那个时候把大力的曲子录下来 结果有当时我记得出版了 二十二面的秘文唱片 那么这个秘文唱片呢 但是后来又做成 八张CD 那这个CD做得很不好 曲头掐尾 搞了一些外行战的操作 这个琴曲曲子还没有完 那个咖啥就断掉了 有个琴曲 一个曲子 头一个音他掐掉了 那就是很不责任 我就很生气这个事情 但是这个没办法 这是还是很重要 但是这些原始录音还在 就是这个录音 这个当时张威仙的录音还在 那么文化大革命中间 这个在中国毁了很多琴谱 烧掉很多琴 烧掉非常多的琴 但是文化继续以后 琴的恢复还是很快 就是好像这个 我觉得是古琴的生命里 还是很强 就是很快的 就是各地的坛琴 又有话又多起来 然后恢复起来 现代人对于琴很重视 有很多人在选琴 我说担心的是两个事情 就是现代琴 虽然是比较普及 但是你贪琴为什么 你的目的是什么 我认为对琴的目的的追求 它是一种精神上的东西 追求它的精神上的 叫好的作用 和你在的琴曲当中 追求到古人 他对于大致上的一种影响 对于大致上的融合 对于你这个人的修身洋性的 有其作用 那么我觉得这是 很多现代谈琴人 他谈琴是抱着这个目的 但是也不可避免 比如说一个商业化 和政治化 这两个很讨厌的 只是具体讲 应该是很复杂的一件事情 我就对同学们提醒一下 这个事情 因为现在是 好像古今会很暖 因为联合国已经把这个 事情化一层 批证加拉拉 在一个礼拜以前 才放过去 那么这个很快 会有一些反应 这些动作会有的是很健康的 也会有些很不健康 那么 我现在先 这样为了讲解 请我先弹一个曲子 我现在就是还不会 我这样才没讲到这个 这个机会 就是现在还要去 这一场 最余唱完是一个 听一下吧 最余唱完 或者大师长大 这个讲话当中的不舒服 最余唱完是一个 川派的琴曲 川派是在 中国这个琴节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流派 他有自己独特的风格 自己独特的风格 曲模和他的造型的辉煌的历史 那么 这个他 而且他执法上也有一点特点 比如他很 很喜欢用的放合 就是一个弦 按着以后 放开 放开一个空旋 蹦出来 跟另外一个暗影结合 放合 他用放合 那么还有他的 这个琴曲的气势 比较大气 比较大气 那么他弹琴的时候 右手也很少在灰内弹 因为他的音色 比较刚健 至于唱完是写什么 是写 就是这种类型的琴曲 在这个琴曲当中 整个琴曲当中 数量很大 你打开琴谱的时候 他都会讲 这个琴着敬业 敬至于邪 以正人心 他讲的是 大家的一些教法最用 你弹琴是为了 你的道德的修养 敬 敬是敬致你一些坏的念头 那么但是再翻过去 有很多执法 有的什么一些琴的论 琴论 再翻过去 就是琴谱 琴谱里面的曲目 大量的不是儒家 是道家的事情 他写 这个写 人和自然的风格 他写 人对于 人对于这个 隐居生活的追求 对于渔夫 侨夫 生活的一种 向往 追求 对于同志者的 不合作的态度 这个追求场合 也是这样 他就是写一个 文人的一个理想 文人他不要做官 不要做官 他去打鱼 打鱼 就是吃着很穷苦 但是他很快 他很快 打了鱼以后 他很喝酒 一边喝酒 一边歌唱 最后呢 就是满载而归 他的一天很快 虽然是过着一种 很简单的 穷苦的生活 但是他的精神世界 很丰富 这是古代文人 追求的东西 追求成为一个 侨夫 追求成为一个 农夫 实际上 实际上 因为古代 很多读书人 都是 做官 念书 做官 最后做了官 以后都发现 官场很厉害 你如果不遵守 这个官场的一些规范 你可能就是 就是要被杀掉 所以很多 有智慧的文人 他会离开这个官场 到山林区 到象征区 他做很平静的 一种生活 这是 实际上 我们在这个中 这个古代的绘画 音乐 这个很多 文艺作品 这个题材里面 大量的这样的东西 这个 追求唱完 就是这样的一个中题 那么它里边呢 就是开车的时候 它写一个平静的水 这是一个渔谷的号子 渔谷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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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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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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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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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